这里面已经是蜡变成蒸气了 滴了一滴水 大概水滴进去 还一会儿 一两秒钟嘛 它就起火了 那么这个是什么原因呢 这个实验我们在中央电视二套 有一个叫是真的吗 栏目里面有这个 现在我做的第一步呢 是要将蜡烛融化 我们看到在融化的过程当中 那表面已经生腾起了一些烟雾 对吧 虽然这个时候 它的表面温度非常的高 但并没有明火呀 所以到底用什么来引燃蜡烛呢 难道水 真的可以吗 接下来我们试一下 哇 看见了吗 你看它现在还在燃烧 我要去灭火 嗯 全是蜡烛的味道 我灭了 好了 火已经灭了 但是刚才我们的确看到了火焰坎生 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神奇的现象呢 为什么水能够引燃蜡烛呢 接下来说原理 蜡油在融化的过程当中 我们能够知道它的表面温度已经非常的高了 这个时候我们向它瞬间喷水的话 水被气化 产生了氢气和氧气 氢气被灵火 瞬间引燃 在蜡油表面呢 这个时候已经有了可燃气化物 明火将可燃气化物迅速引燃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刚才的火焰热烈的燃烧着 主持人的解释是蜡油的表面温度比较高 这个温度我测过大概270多度 300度不到 但是你一直加热的时候 它是没有明火的 它就这样变成了气再往上跑 那么他说在这个温度下呢 水被分解成了氢气和氧气 水我们知道它是个氢和氧主成 而氢气很容易燃烧 这个结论是 错误呢 叫 科学性比较大 就是完全是胡说八道 因为水里面的氢和氧 它们结合非常紧密 大概要多少度呢 至少要3000度 才能把水 给它分解成氢和氧 那我们现在是300度都不到 那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CCTV2 它做的这些节目呢 里面科学性错误 也是经常可以被发现 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你看我是滴了一滴水 它是喷了 把那个水一下子喷过来 都导致起火了 这两个的核心原因 或者是关键原因都一样 就是什么呢 是通过其他方式 让我们的石辣蒸汽碰到了明火 比如说我滴一滴水里面去 那里面哒哒哒哒就去溅出来了 溅出来的时候 就带动了石辣蒸汽 跑到外面 被那个周边的明火点燃 而它这个视频里面更加明显 所以它这个实验的解释 是完全胡说八道 那 那 谢谢观看